省電膽勸終於收皮了 個個有談無讚的省電膽勸計劃 昨天在立法會再次被人圍攻 日鬧夜鬧 政府終於在面對現實了 應不應該有自由的選擇 我們會積極考慮如何回應 市民對電費的關注 包括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 是無需要透過加電費 來落實這個措施呢 他說會研究 被省電膽勸換其他智能產品 根本他這次我當然是慢 一開始都很清楚 那個方向是怎樣 有分析就說這次邱騰華投降 是要保住老闆Donald 不用被人懷疑趁家 民主黨就認為 特首仍有需要就利益輸送詳細交代 據了解 如果不給電力公司加價的話 政府需要向財委會 申請2億5千萬來補貼